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特喜欢这种这样说话的人 一句话都不多 三两就说完了 林永辉其实有一个标签叫 摇滚老炮 我是组织者 组织者 我有一个场牌 是在传这些摇滚乐的 一块去演出 你唱吗 不唱不唱 你弹吗 也不弹 你就是一组织者 是经纪人是吧 不是经纪人 音乐公司 您干了多少年呢 这个行业 我接触摇滚乐是从十六七 当时跟的是一个大咖 跟的哪个大咖 郑军 郑军 还有藏天说不去世了吗 然后后来我就 毕业完以后就回到我的家乡 然后就开始做服装 后来做广告传媒 然后积攒了一部分的钱 后来就开始 放弃所有的传媒工作 还是做我喜欢的 跟我们说说摇滚界的那些事 现在谁最贵啊 演出费来说是吧 对 汪峰吧 汪峰最贵 对 后面呢 往后呢 朴树啊 朴树 那为什么朴树老缺钱呢 他好像不缺钱比我有钱 他不缺钱 但我看他那样不像装转 他上做节目的时候 不是说他缺钱吗 我觉得是真的 他人挺坦诚的 他做音乐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摇滚乐仪然 我觉得摇滚是最纯粹的一种曲种 然后讲的是比较真 就是现场的演奏也是比较真的 他缺大钱 朴树呢 他就是很有才的一个 特有才子 所以他其实也是摇滚乐的一股清流 你最喜欢哪位摇滚歌手 也没有最喜欢的 其较喜欢的 摩颜三杰 包括推荐 现在的比较活点的 能说吗 说 辛苦的呀 痛痒啊 扫风啊 这些穿梦这些都还不错 其实这些歌曲 每一个摇滚乐队做出来的歌曲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才华的 都特别好 但是还是小众吧 光丰可就不小众了 对 对不对 他很多歌传唱度非常高 许巍的也是传唱度很高 是吧 所以看有的时候 不光是喜欢还得经营 对 不光有情怀 还是得要有管理 没错没错 对吧 宣传 对 是不是 看得出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这小伙子内心有一些 很深沉的情感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他话不多 好喜欢他说话 特别喜欢听他讲话 要嫁给他不来 要不要 你结婚了吗 对 你说上面写的是离异 对 多久了 一两年 骂两年 不过我觉得像你这么深沉的男人 大概不会看上那么肤浅的女词 谁说的我也很喜欢 轻裤子啊 通氧啊 来来来 唱给别人听听 看看有没有知音 来来来 我可以听 不会唱 有些人是 要拿真本事出来的时候就不行 就像好多人 伪球迷 伪歌迷 我好喜欢摇滚叶啊 其实根本不懂 就凑一热闹 对 对不对 对 像这种人们要比试他 今天田勇辉来应聘的是活动执行和拓展 对 但您以前做的都是像音乐节啊 演唱会啊 整个音乐节的 从艺人的邀请 到舞美的设计 舞美的搭建 跟网宣 包括现场执行到落地 全让我做 我有团队 那您应该去接活啊 您来应聘干什么呀 不不不 不是不是 因为这个音乐公司啊 是我跟一个人的合伙 我是技术 你是团队吧 它是资方 但是我们的有分歧 因为什么分歧 因为我是只做摇滚乐 他呢是喜欢有流量的这些什么 明星啊之类的 但是我呢 我肯定是不会做 你有你的坚持 我觉得钱怎么都可以挣 我觉得既然咱合伙 做就是以摇滚为目的 那就别变 那现在怎么着呢 赔钱啊 赔钱 赔了多少钱 赔光了吗 一千多万吧 你赔了一千多万 我赔了没那么多 你赔光了没有 我就问你 我还行吧 还行 您现在三十六岁 现在兜里有钱吗 还能再干个一场半场的吧 那您为什么今天来找工作呢 因为我们合伙人之间 现在是一个出现这种分歧嘛 但是呢 我觉得它是好聚好散嘛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闹撑 这品牌是我一手做起来的 我们是平等的一个叫股份嘛 但是呢我可以推给他 但是他呢 可能会借助这个品牌呢 去做一些所谓的商演啊 找一些什么活动什么之类的 其实找一帮班底也能干 但是让我干 我是不会干 我一定不会去干 所以我出来 我要干我自己的 那你这一次 你来面试的这个岗位 是否依然坚持 你以前所做的 我想做活动执行这一块 是不是要求跟音乐有关 跟活动有关就可以 你不再坚持你的梦想了 对啊 不是梦想也得坚持啊 我觉得这不影响 我坚持摇滚乐的梦想 那也没关系啊 你跟那个人合作 继续挣那些网络达人的钱 然后你再养你的摇滚也可以啊 这不可以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梦想就是曲折的 但目的地方向是正确的呀 就是我在做我已经做的 我虽然是赔钱 但是我在坚持我的想法 那这个时候呢 我在找工作的情况下 我肯定要做我擅长的工作 但是摇滚乐远 都肯定在我心里边 但是我要是去了任何一家单位 他要做一些活动执行 他告诉他要请一个 大一哥我也得去办 因为我在工作 跟我在创业两种概念 他现在等于退回来嘛 其实他还是在跨行啊 但是你回到你那个本身 那你去另外一个公司 人家让你邀约 大一哥你邀不邀约呢 那你就可以接受了 那回到这家公司 你就不愿意做 我们喜欢杨广乐的人 有一个词叫情怀 我觉得所有的情怀 是很重要非常重要 但是情怀 你一定要建立到温饱之上 这是必然的 回到你以前的那家公司 现在它是一个 没办法正常运营的状态 对不对 这还正在正常运营 对啊 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坚持啊 那能解决温饱啊 对啊 因为他没有按照 我们俩最早的初衷 去想完成这样的一个事业了 就是永辉 我觉得这个事 这个逻辑你其实心里没问题 但这里有可能是 你在处理这件事上 和你处理这个大哥上 可能感情上 你们俩的交流出现了问题 什么两个闹白了 他可能能理解你有梦想 但是他认为先把眼前的饭吃了 你出来你是不是干的 跟他劝你的事是一样的吗 也是先把眼前饭吃了吗 我觉得永辉的选择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我觉得那也不能砸了 麻娇这牌子 是有可能麻娇就死了 我宁愿麻娇死掉 也不会让麻娇去接大一哥 就这么简单 对这就是情怀啊 大一哥招谁了 不是啊 他没有手艺摇滚啊 对我没有说大一哥怎么 就只是我们的取舍 但是这样拨出去 人家会认为我们对大一哥 对不对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他就是很纯粹的音乐 我没有贬低任何的取舍 没有贬低任何的一些艺人 但是我觉得我的 可不可以不喜欢他 我当然我有权利了 我是人类自由嘛 我应该说 我喜欢永乐我就是喜欢 我不喜欢那些取舍的 那我就是不喜欢 他始终要维持自己内心 最干净的一块地方 不允许任何人去玷污他 您要多少钱一个月啊 八千吧 八千 有地域限制吗 其实最好是北京 北京我比较熟 但是呢 如果是别的城市呢 也可以 来 第一轮选择 薛果流 还有五盏灯 五盏灯